2024年是一个国民党的关键 国民党再输一次 我觉得大概就已经没有再起来的机会了 这一次的选举 立法委员初选 我觉得我们没有别条路可以走 我们一定要请尽全党之力 找出国民党这一次 所有现在的精英 去跟民进党进行一个对决 总统就是挑出国民党最强的人 我们要帮他排除所有的主力 立法委员我们也要挑出 请全党之力 把国民党的精英全部排出来阵列 这是一场团体战 哈喽欢迎收看今天的由梗来报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台北司议员尤淑慧 今天这个汉婷早上临时把我call来代班 所以我是半路被拦截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脸色蜡黄 完全的竖装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大家今天想来听有什么梗的 那今天我要带来什么梗呢 我想大家最近比较 尤其是蓝营的支持者 比较忧虑跟担心的就是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到底要怎么产生 当然已经有很多人揣测了 然后后来会不会同岛2019的负责 会不会又变成英雄内战等等的 那郭董的含义说等国民党的办法是在等什么办法 还有等一个人的那一个人 这次是不是换成侯友宜侯市长等等 非常多揣测 那你说除了我们知识者忧虑以外 其实我们也非常忧虑 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是立委跟总统一起选的 那大家也知道内湖南港我已经跟大家报告说 我想要投入内湖南港国民党立委提名的初选 所以我们当然都很担心说 未来一起打仗的那一个主帅会是谁 那党中央朱主席已经说了就是 要等南投的这个补选结束以后 再来讨论这两件事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啦 因为现阶段在如果说在讨论任何选举的制度 回应任何选举的议题的时候 就会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南投补选的 不管是说选举结果或投票率 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 或是说理解南投补选才是当下的当务之急 也快了啦 反正是三月初就投票完了 那现在分成两个阶段来谈 第一个我们先谈比较单纯的叫做立委初选 这一次整个立委的提名初选 开打开始沸沸扬扬 其实有一点提早开打 提早引爆这个话题 大概就是从这个许巧兴挑战 这个费洪泰费委员 松信战火开始点燃 所以大家就突然发现说 今年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初选 可能是非常热闹 不过民进党现在就是在打说 带风向说 国民党这次有这么多议员要投入这个初选 是不是一个集体落跑 我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千万不要被民进党带着风向走 民进党越说的事情 国民党就要反其道而行 千万不要被每一次都温良恭俭让道 就是人民党说什么 我们就自己绑手脚 欲练神功必先自功 自功完了以后神功也没练成 这是过去国民党比较笨的一点 反正民进党讲什么 我们就做相反的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比较正确的道路 这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议员表 他要投入初选 这个状况其实民进党在2016年那一年大选 也曾经发生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民党的立院的席次 是少数只有30几席 也就是说有60几个选区 我们并没有现任的立委 有60几个选区我们都必须要提名 那请问一下在这种情况底下 难道去空降60几个没有地方渊源 或者是空降60几个正二代 或是奇奇怪怪的人来参选吗 当然都是要从当地已经有深耕的市议员 来进行挑选跟初选 民进党在2016年的时候 他们在国会也是少数大家记得吧 当时他们也是大量的去提名四议员来角逐立委 以台北市来说 我们光以台北市来说 吴诗瑶在2014年选完议员以后 2015年就开始投入立法委员的选举 然后那时候民进党还去礼让了 自己的议员推不够 还去挖角别人的议员了 去礼让了这个清明党的黄珊珊 黄珊珊那时候也是2014年刚选完议员 第二高票 2015年还接受别党的推荐 接受这个民进党的推荐 就出来角逐立委了 那当时民进党怎么不说 我不但自己落跑 我还怂恿别人 诱拐别人一起落跑 那时候大家记得吧 民进党有一个首都进步联盟 另外一个就是推荐这个李应元 也是他党的李应元 竞选文山区的立委 所以2014年 民进党也是有大量的私议员 晋升为这个立委 不管是吴诗瑶也好 或者是台南的林郡县 甚至我们去数一数 现在民进党在立法院的立委 有多少是议员转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如果议员选完 转战立委是落跑 大家不要问我们都是两年一次 两年地方两年中央 那么立委选完 第二年去选县市首长的人 那这算什么呢 这就好棒棒吗 不要忘了民进党去年有 七个立委挑战这个县市首长 所以这七个是什么呢 超跑吗 别人是落跑 你们就是超跑吗 多跑了一步吗 不是这个样子吗 去年基隆的蔡世英 他在2020年也刚选完立委 2021年就开始表态要选这个 2022年的这个基隆市长 那郑运鹏也是一样 刚选完立委就马上来选这个 桃园市长 那更加落跑的那个人叫林志坚 新竹市长都还没有当完 就马上辞职跑去选这个桃园市长 所以这些都不叫落跑 只要是民进党都叫超跑 别人都叫落跑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落跑这个议题 包括说外来如果洪友宜 市长参选的话 我觉得这都是假议题 因为最终去投下这张票的人 都是选民不是民进党 不是民进党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而是台湾选民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所以我们要先厘清说 第一个为什么这一次国民党 会有这么多议员投入这个立委的初选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区没有现任立委了 没有现任立委的地方 我们一定还是要从已经扎根的地方来挑 但是第二个层次是 那国民党这一次的立委提名 应该怎么产生呢 其实过去都没有争议就是初选 如果只有一个人那当然就那一个人 那如果都没有人要 那党中央就会去进行征召啦协调 一个人跟都没有人要 这个事情就比较单纯了 但是如果有两个人以上的人 想要角逐这一区的提名 过去都是初选 所以过去都没有问题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一次 初选这两个字好像变成洪水猛兽 过完年的时候我跟这个党部聊天 我才知道说哇 过年期天虽然10天我们再爽爽的过 但是这个有人已经在这个运筹帷幄 已经有人在这个瞧的事情 譬如说有人希望说是不是现任优先啦 或者是说哎呀用协调的啦不要初选等等的 那我不晓得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 因为初选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机制 第一个让所有有兴趣的人 有一个公平的管道 第二个经过初步的挑选 我们挑一个最强的人 如果你永远都是现任优先 现任一定最强吗 如果现任优先是最强 我们当年怎么会从多数 然后一次落选这么多席变成少数呢 现任也是会落选的不是吗 我们现在不就在挑战现任吗 挑战民进党的现任 所以现任不一定是最强 那每一次都应该要有一个党内初选 挑出当下最强的人 去跟民进党进行生死斗 2024年是一个国民党的关键 国民党再输一次 我觉得大概就已经没有再起来的机会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总统要赢 立法院更要赢 因为我们要废除过去很多很多 荒腔走板的组织 荒腔走板的法案的时候 立法院都必须要占多数 譬如说把NCC给废了 譬如说让中天回到他应有的频道 让中天发挥他重新的监督的力量 这一些都不是只有总统选赢就可以过的 立法院也必须要赢 立法院赢才可以去动这个组织条例 才可以去做立法院的专案调查报告 调查当时中天的肺灶 NCC下了多少的黑手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国会会产生 尤其是在过去民进党 不管是8800亿的前瞻计划 8400亿的防疫及疫苗采购等相关的预算等等的 这里面有多少黑数 有多少人为不脏 这些都不需要立法院去进行 厘清跟监督 所以2024年我们总统候选人重要 我们立法委员的席次也重要 我们要的不是比现在的30几席 再多10席再多20席 我们要的是立委能够过半数 才可以一次让民进党完全下架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立法委员初选 我觉得这个我们没有别条路可以走 我们一定要请尽全党之力找出国民党这一次所有现在的精英 去跟民进党进行一个对决 这个时候不再是党内温良公俭让 这个敬劳尊贤 要讲武德 伦理 等等的 这是国民党的生死战 也是台湾的生死战 在这个时候 国民党如果内部还在那边 要求人家 我觉得我们就没有什么资格去跟台湾民众说 我们有把握有信心可以赢着2024这场选战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2024年要赢 总统就是挑出国民党最强的人 我们要帮他排除所有的主力 立法委员我们也要挑出请全党之力 把国民党的精英全部排出来正列 这是一场团体战 所以如果不出选的话 我不知道要怎么产生 难道我看你帅 我看你顺言 我看你交情好吗 不是嘛 即便是松性 巧心一定赢 也不一定啊 费委员经营这么多年 费委员的媒体曝光度也很高 我们乐见的是最强的那一个人出来 不管是巧心或费委员 那怎样知道他最强呢 而不是吵架的声音大就是最强 就是你要经过初选 全民调 而且要用全民调的方式 所以初选我觉得是一定要去举办的 那第二个 再来第三个议题是 那怎么样进行初选呢 怎么样进行初选 过去国民党有一套制度 叫做三七开 三成党员投票 七成全民调 这是过去的这个立法委员初选方法 但是还有一个但书 两个人讲好了 不要党员投票就全民调 或者是说这边大家协调好说 大家都同意不要党员投票 那就可以采全民调 过去是这样子的惯例 那最近台北市党部传出的这个态度 是希望采用全民调的方式 这个基本上这个方向我是认同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即便你办的 当然有一些人说 那你不给党员投票 他们入党干嘛呢 可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如果我们去分析 每一次初选的党员投票 投票率都非常非常的低 大家想想看 我们连投党主席 也不过就三四成的投票率而已 投一个立委的初选 会有多少投票率呢 一成两成 那10% 20%的党员 那又怎么样去代表全部的党员呢 所以党员投票本身 也没有办法彰显党员的意志 那不如就是全民调 因为我们最终到大选的时候 来投票的是全体民众 我们又不是给党员投票而已 所以我们当然要选择 最符合民众期待的这个候选人 所以全民调是一个比较科学 而且比较这个 民意基础比较广泛的一个方式 所以刚刚讲的三个议题是 第一个没有什么烙袍这个问题 议员转战立委 立委转战县市长 本来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才培育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大家要要求说 好你每一次都要选择 你要选什么 选了就不能后悔 就要做完四年 那很简单 以后台湾全部一起选 总统立委 县市首长四議員一起选 同一天一起投票 那你不就不就要求候选人只能选一个吗 那我们又节省这个投票的成本 对不对 不用两年搞一次 两年搞一次 然后每一天都在讲政治 每一天都在讲选举 但是你们这些立法委员敢这样修法吗 你们也不敢这样修法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所有东西 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走 法律并没有规范 这个市议员不能选立委 所以这个时候民进党就不要带这个风向了 民进党这一次也有议员要转战立委 在他们没有现任立委的选区里面也有 例如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民进党的简淑培 他要不要挑战大安区的立委 我想他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 虽然这次都不敢骂 王世坚、世坚大哥也表态他在考虑 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们没有现任立委的选区 也一定是由市议员来产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 蓝绿都是会面临到人才的晋升 没有存在所谓烙跑 像我来说 我市议员的选区叫内湖南港 我立法委员的选区也叫内湖南港 我每天服务 每天抬头见低头见的 都是内湖南港的朋友 所以你说我烙跑到哪里去呢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很多人 就不要被民进党的这种 很幼稚的方法来带风向 好这个是立法委员的部分 跟大家讨论的三个议题 烙跑的议题不存在 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有党内初选 第三个初选 我觉得全民调会是一个比较科学公平 而且这个比较广泛的这个做法 好那再讲出来 大家更关心的是总统初选的问题 现在总统会不会有一场总统初选 看样子党 党庄是倾向于说不办初选 直接可能用协调式的民调 譬如说党庄自己做了民调 然后觉得谁最强就征召谁 这点我觉得总统跟立委又不一样 这个我可以接受 因为总统毕竟就一席 而那一席是我们请全党之力 必须要好好去保护他 跟这个协助他来赢得这场选举的 所以你先经过一场这个总统初选 有时候没有什么必要 为什么能够去跟民进党打总统大选 其实就那几个啦 就不用再去说 我当然很尊敬其他表态的人 可是问题是贏了不贏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心里有一把尺在那边 所以党中如果要进行这样子的策略作为 基本上只要是真正符合最强机制出马的 我觉得我都支持 至于有人一直在那边呼吁说 侯友宜市长要不要表态啊 不要一直呵呵做事啊 我是这样认为啦 如果这个国民党的党中央觉得侯市长 确实是国民党现在能赢的人选 而且甚至可能是唯一能赢的人选的时候 不要一直去要求他表态 因为他只要一表态 新北市的民进党议员就可以每一天在议会羞辱他 因为毕竟他也是新北市长 还不用等到民进党立委出售 民进党就会派他们更低阶的新北市议员 每一天都在市议会羞辱他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直再去要求侯市长表态 党中央如果觉得他该选能选的话 就直接征召他保护他 不用他一定要说 我爱你我要嫁给你这样子 不是嘛如果你觉得他好 你就要他出来代表 我们就应该帮他主动去设想好 所有保护他的机制 这是第一个 当然如果党中央评估的不是他 你一直叫他表态 那他也很奇怪 这个心爱的人不爱我 我叫我一直跟他表态 那也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重点不在 在侯市长有没有表态 重点在于说党中央规划的人选里面 他是不是最强的 那第二个有人觉得说 那郭董也不错啊 郭董最近好像也释出一些善意说 他在等国民党的办法 那其实那天我听到这个新闻反应的时候 我是 我当下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疑惑就是 他为什么要等国民党的办法 因为他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我们的办法也约束不了他 所以他是说看国民党的办法 产出谁他再来应对呢 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 那再来就是很多人说 那要不要请郭董回到国民党 我觉得这一点 争议会比较大 目前是我听到的是争议比较大 有人说可以像同州计划一样 同州计划有1.0就有2.0 是没有错啦 我说过就是我们当然同州计划 或是国民党这条船 希望越来越多人加入 上这条船 下民进党那条船 但是我们欢迎新的同志进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珍惜过去一直在这条船上 已经在付出 已经在滑奖的这些原本的同志 国民党在过去几年 本来是一条小破船 已经这边有洞 那边有洞 那可能随时会倒 那是很多这个我们 这些人在这条船上不离不弃 一直在那边 这边补洞那边补水 然后一直用力滑奖 一直往前滑 要追得上民进党这一艘大船 那好不容易我们追上了 有机会超车的时候 有人看着觉得说我也要加入 OK 我们还是欢迎他随时上船 可是这个过程之中 你不能说我既然有了新欢 就把原本滑奖的 这个旧有的同志踢下去说 我有心血加入了 我们让心血来滑 那这个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 我觉得新旧都要顾了 所以当然未来同桌计划 不只是郭董事长 如果党中央要让郭董事长回来 要让其他的人回来参选立法委员 我觉得那是党中央的权限 但是你一定要尊重在国民党里面 原本就已经在努力的这些统治 尤其是现在我们从科学上的民调来看起来 如果国民党自己有能赢的人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制度上 又要再去做一个很奇怪的调整 我觉得这当然是考虑党中央的智慧 但是就像2019年一样 万一万一一山不能容二虎的情况底下 二虎又在我们这座山里面 在互相撕咬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些羊鹿不就死到哪里去 所以国民党当然希望有越来越多老虎 但是这些老虎愿不愿意彼此共存 我不晓得 我们千万不要去又去做出那种 一山不能容二虎 一个人做主 然后结果把其他人都咬伤的这种状况 那我一直都主张说 过去国民党不是没有跟在野力量合作过 例如2000年的联宋佩 因为当时就是国民党有一个候选人 加上这个清明党的宋楚瑜才搭档的 其实就是两个政党的合作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立法委员也有跟新党 这个协调式的比过都有 可是不管哪一种方式 我们都是国民党先产生一个候选人 一个主心股 民进党那时候也是啊 国民党先产生一个候选人 然后再来比民调 我们先有一个候选人 譬如说宏友宇好了 那我们就跟郭董比民调 跟柯文哲比民调 如果大家说好 输的支持赢的 赢的做正的输的说负的 那样子才有所谓合作 不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人都没有出来 然后就开始到处说 这个也合作那个也合作 那我们的主心股到底是谁呢 我们怎么去跟人家谈判呢 我们先有一个最强的候选人在那里 我们在谈判空间的时候 才会有主导性 譬如说现在侯市长的民调 是瑶瑶领心柯市长 那柯文哲主席的这个 虽然还没有松口 可是我们看到就是 他的这个子弟兵 学姐黄敬寅已经说了 柯文哲不一定要做正的啊 为什么会释出这样子的 这个测水温的言论呢 我想他就是为了 因为他的民调不够高 所以他只能开始 那我不一定要当政的啊等等 这就是你自己没有够强的时候 你只能随波逐流 或是你没办法主导怎么选情 所以国民党一定要先找出自己最强的 如果我们没有最强才必须要 国民党都没人会赢啊 为了要下架民进党 我们只好让步 然后去跟一个会赢的人合作 只好这个 割让一些席次出去啊 割让一些选区出去啊 力量啊等等的 然后换得总统一起下架民进党 但如果国民党能赢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用 上权辱国式的方式来产生总统人选 我觉得这个就是党中央 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个议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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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